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想聊一聊 关于香港股市暴跌 以及是不是由恒大地产引发的这样一个新闻 那么9月20号 整个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中错了800点 下跌了3.13% 恒大地产持续的表现出跌势 在上一周大跌了30% 大家都以为可能见底了 但是没有 经过一个周末的酝酿 周一继续下跌超过10% 美股只有2.28港元 至此 恒大距离过去一年最高点值的市值 已经蒸发超过了90% 金融股也受到了重创 恒大危机中多家金融机构都被牵连 恒大财报中 在1.97万亿的总负债中 有息负债总额5718亿元 这里就包括了债券银行贷款 根据恒大去年年底给政府顾门的信件 恒大涉及超过了128家银行和121家非银行机构 周六9月18号晚间 其子公司恒大财富又发布了启动实物资产兑付的公告 也就是将恒大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等产品 对不起 按销售打折后 兑付给投资者 实物资产充底时 住宅公寓分别按照当期的售价基础 打7.2折和5.4折 商铺和车位按照当期的售价基础打4.8折 恒大集团周六公告称 有六位管理人员提前赎回12笔恒大财富投资产品 公司已要求该六人提前赎回的所有款项 必须限期返回 并给予严厉惩 值得一提的是同围港交所上市公司将西省的地产巨头新立控股集团周一暴跌87% 在收盘前被紧急停牌 该股在上周分别被标普和会议降至负面评级 此外 路透社援引三位主要开发商和一位熟悉相关会谈的香港政府顾问称 在今年的一次闭门会议上 中国官员对香港势力强大的地产大亨提出了一个新任务 将资源和影响力用于支持北京帮助解决可能破坏稳定的香港住房短缺问题 路透社还援引一位接近大陆官员的消息人士称 他们被告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中国政府不再愿意容忍垄断行为 BBC中文无法独立核实上述的消息的准确性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浩称 如果属实空置税香港新界开发大规模填海等之前难以展开的开发模式 或将得以重启 香港是全球房地产最贵的市场 这是一个模式的转换 长期以来 香港地产巨头们在特区独特的政治制度下发挥出重要力量 不仅帮助选择领导人 还能影响政府政策 他们从土地拍卖制度中获益 而该制度使供应保持紧张 房产价格也处于全球最高之列 这一消息是香港房地产企业的股价加入下跌之列 令港股地产板块雪上加霜 横击新世界新红击周一当天的跌幅甚至更高于恒大 分别达到13.2% 12.3%和10.34% 长时跌幅也达到了9.3% 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任泽平 在7月曾发布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查 该调查显示 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为414% 高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148% 233%、271%、339%和354% 纵观历史 主要国家在金融危机或者地产泡沫破灭之前 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阶段性的峰值后出现下降趋势 跌到谷底后逐渐恢复到值钱水平 具体看来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 美国住房市值与GDP最高比例为169% 日本是216% 德国207% 英国269% 法国362% 在90年代 日本房地产泡沫之前 住房市值与GDP比例一度高达391% 大家注意这个比例还不如现在中国的高 任泽平认为 中国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较高 源于人地错搭 错配 一二线高房价 三四件高库存 导致全国住房市值提高 他们呼吁新一轮的房改迫在眉睫 以人地挂钩 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 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 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还有十年的窗口 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中国房地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存量 经济发展终极要退出对房地产的依赖 现在是开启重要的转换的时刻了 野村郑居院的首席经济学家陆婷 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房地产行业的下行是板上钉钉的事 那么这些新闻 其实背后所表露的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 恒大的领跌 它只是个诱发因素 真正的香港房地产市场 将面临巨大的洗牌 以及香港股市的重挫 更大的原因是源于前面的消息提到了 中国的官员包括韩正在深圳 接触这些个香港的所谓的商界人士 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你们必须要支持中共 在香港的一系列的这种改革措施 因为香港从反送中之后 包括国安法的推出 整个香港的政治氛围 就有了巨大的这种转换 那么香港人已经变得非常的悲观 知道香港的民主已经不复存在了 底层的老百姓非常的愤懑 因为他们买不起房 现在香港的房价已经高到了 没有办法承受的这样的情况 抄起来 每瓶尺大概都达到了 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港币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远远高于了北京上海深圳的这个房价 那么在这种情况的发生 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过去的金融 亚洲金融这种中心的特别的地位 那么全世界的投资人公司 都要在香港购置或者租赁房产 导致香港的房产它有一个刚需 同时也因为香港大部分的这些地产商大佬 包括新横基呀 包括长石啊 还有这些新世界 很多的这些地产大佬们 郑玉彤啊 包括李嘉诚啊 他们这些人 都是拿了地以后并不给予开发 而是等待着地价的上涨 当然对商人来讲这也没有什么错误 他们肯定要获得自己最大的这种利益 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 随着房价的上涨 他们的生活变得日益的艰辛 而中国反送中的这一系列的举动 包括国安法的推出 都让香港市民对中共产生了巨大的这样的恐惧 以及对他们的这种憎恶 为了舒缓这种香港市民的这种情绪 所以中共开始希望透过打压房价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共打压房价 和这些个地产商要求他们 不要再去武帝吸收 要求他们配合中共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 也是情有可原的 能够理解的 但是中共在整个大陆 它所长期以来实行的所谓的调控政策 都没有取得任何的这种进展 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一塌糊涂 在这样的情形下 把这套东西拿到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当中 去希望获得这种高收益 获得这种所谓的政府上的这种高收益 让抚慰底层的这种老百姓 根本是行不通的 因为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的话 就不存在市场经历了 大家都去搞计划经济就可以了 完全没有必要搞市场经济 因为政府力量强大 你可以左右房地产市场 你也可以左右所有的这种市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的这些做法 无疑只不过就是饮鸩止渴 它解决了可能暂时的高房价 但是随着资本的这种外流退出 整个香港的不仅仅是房市 会出现巨大的震动 其他的这种领域 也会出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 巨大的这种震动 整个的经济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下滑 到时候买单的还是香港人 中共他想做一个姿态 就是说我来 你看我们来了 就是把房价打下来 让你们有机会能够买到房子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 当房价跌了经济下行的时候 不仅仅是 他们很多的人会失业 很多的人收入会降低 他们不用说买房子 离现就和现在租房子 他们现在都可能没有机会租到了 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因为资本退出了 资本本身它是逐利的 你哪里有利润 哪里有机会 它会往哪里跑 如果他看到没有机会了 他就自然就会跑掉 所以中共现在的这个做法 是极其的愚蠢 极其的可怕 而且这样的做法 也给全世界 对于那些反共的 对中共保持警惕的 那些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来说 他们会更进一步的认清 中共的这个 他们的本质 因为他们这个做法 就是要把他们过去的那一套 靠着政府手段 来影响市场的这样的做法 推广到全世界 现在是香港 已经现在澳门也面临着巨大的 这样的一个挑战 再下一步 他就会向全世界去推广 他们的这种 完全无效的 所谓的这种管控调控的这些手段和方法 所以我觉得香港市民 应该保持着一个高度的这种警惕 他们应该很清楚的了解 如果中共再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 实际上他们会把整个的香港经济彻底的搞垮 就像他们过去把很多地方的经济都搞垮一样 所以很多人说习近平这个人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精准 说的非常的到位 对于一个小学毕业 没有任何经济学常识的人来讲 他对一切的西方的这套 所有的这套做法 他都是看不惯的 他都是痛恨的 他都是相信自己那一套东西可以行得通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种做法 按照这样的一种逻辑 最终 他会不仅毁掉大陆的经济 他也会毁掉香港的经济 澳门的经济 毁掉全世界的经济 所以香港人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虽然表面上看他去打压房价 对香港市民短期内可能有利 但长期来讲 这对香港人来说是个巨大的伤害 因为一旦资本撤离 所有的投资人离开这片土地的话 那么他们香港本身又没有其他的产业 他们靠什么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 没有人敢去那里旅游 没有人敢去那里开公司 整个的金融撤离 那么香港的股市不仅仅是今天暴跌 明天暴跌 它永远就不再会有涨回来的那种时间了 所以我希望香港的市民们保持高度的这种警惕 别被眼前的这点利益所迷惑了 好了 各位友友和各位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请你们订阅 点赞 转发 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 要 我很